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8月22日 罗马友谊格连伙特 据每日邮报消息 在曼联宣布美城格连伙特将离开球会后 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几支球队就与曼联进行了联系 其中包括前曼联主帅摩连奴执教的罗马 在经过5个月的球队内部调查之后 曼联宣布美城格连伙特没有犯下他被指控的一系列罪行 但球会决定 球员将离开曼联到其他球会继续职业生涯 每日邮报了解到 许多球队已经联系过美城格连伙特 但他不太可能转会到英格兰的另一家球会 而是会转向国外 美城格连伙特离开的细节正在敲定中 他要么与永久转会或租借的形式离开 要么与曼联就终止每周75万英镑的合同达成协议 目前 意大利 土耳其等国家的球队对他十分感兴趣 现执教罗马的前曼联主帅摩连儒对美城格连伙特十分欣赏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